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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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 Engadget Updates 今天我和Eric 都会讲一讲 今个星期四 即是3月31日 世界被分日 这个都挺有趣的 原来这个日子 背后都有一个组织 成立出来的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这个日子 不太清楚 不知一会讨论会不会 发掘到背后的原因 但是我们就 打算用这个机会提提大家 做back up 的重要性 我想我也想 向Eric 请教一下 他有没有相关的 提示 因为小弟我 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习惯 那我们一会再进一步讨论 Hello Eric 不如交给你 再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世界被分日的日子 和背后的组织 是什么一回事 好啊 都挺特别的 我们都可以上网找到 原来是一个rollback update 的官方网页 我们现在的画面 就已经看到了 他们的官方网页 如果大家 英文不太好 或者懂得看其他文字的话 这里也可以选择 例如有法文 越南文 越南文 有些挑战性 有些日文也有 其实他最主要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业界 例如一些 数据安全的一些专家 都会不停地 和大家强调 一定要做好我们的备份 除了我们要有一个 防火墙 去防止其他人 进来之外 其实 人就真的很容易犯错 可能不小心按错 例如 例如 打完一篇论文 很多学生都应该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 發了一篇文章 很长的文章 然后不小心按错 或者不是你不小心按错 而是猫和你不小心按错 可能成一个月的努力 就完全没有了 所以就是有一个滑鼠 来 去抑制猫 哦 滑鼠是这样用的 我来懒笑一句 始终是星期一 Anyway 这个组织 是 因为现在看你开这个 网站 看上去整件事 都很公共的 我完全猜不到 本来我们 在讨论 今天聊什么 那时候 我连这个网站 的存在都不知道 其实 应该是说 今天我和Aria在讨论 今天的headline 怎样写呢 Eric就说 你的秘分 秘分了吗 我心里想 什么了啊 Eric 你为什么要 弄得这么古怪 但是 Eric就坚持 要这样写 因为 从你自己的角度 你是想表达到 秘分的重要性 所以我也说 OK 我最多在表演上 拿来说 做个笑话 但是现在说一下 我觉得自己好像 有点 嘟嘟的 不是的 其实 刚刚 有什么甜的 上镜 我以为你突然很认真 轻一轻 其实很多人 其实我自己也是 我只是做一份 因为 我将我正在用的数据 例如 电脑里面 整套 我正在拍摄的照片 我可以留一个底 以后 可能有什么重要东西 或者是想看回 可以拿出来用 但是 原来 就是世界备份日 我想说 世界备份日 世界备份日 这个组织 或者其他专家都很强调 其实你这份备份 都是需要多一份备份 去做一个support 就是去避免你这个备份 都会不见了 你的意思是 做起码两个备份 还是背后整个mechanism 的说法呢 就是一个备份 背后再多一个备份 就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在说RAID 那些做法 还是说一个是cloud 一个是实体的做法 还是两样 各种备份 它这个世界备份日 这个官网 其实都很精准地 解释了你刚刚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就是它 刚才稍后再说 它其实里面也有提到 我们是需要做 即我们的数据 其实是需要分三份 一份是自己正在用的一份 然后你有一份backup 然后再有另一份的backup 这两份backup 你可以是要放在不同的媒介上 它很强调就是 你要在两个不同的渠道 去分开 其实有点类似风险管理 例如你家里突然间断网 上不了网 但是你又很需要 拿回那份数据出来 即是你其中一份 放在cloud的话 你一份就一定要放在local 那个local 你可以放在很多不同的方式 现在很容易数据 我们也很常推介 一些在amazon 买到比较便宜的 NAS的产品 产品 那些是NAS 可以接上去网上去用 或者是一些纯粹 比较单纯的 一个hard drive 这样就 把它完全离线地 把你的电脑 或者手机的数据 就储存起来 这些 其实可能你是一些 非常之多不同的选择 例如你一只SSD 就是小小的SSD 或者现在 现在始终科技进步 一只手指都可以说 是以TB计算的 你也可以用一只手指 去储存一些 你比较觉得重要一些 一些数据 不一定是整个系统 这样复充的 对 就这样当作一个 独立材料 对 总之你一些 比较重要的数据 就一定要有 多过一份的复充 这样你才会比较有 好一点的安全性 对 如果不就是 例如 你只有一份 cloud 那才算 你断网就已经 接触不了 或者cloud 被人攻击 对 其实也不是罕见 或者如果你只得了 一个 local 放在电脑后面的 外置的硬碟 如果突然间它坏了 其实你也是 开不回你的backup 所以你最好会有 两个不同的方式 去全取到的backup 它就是说 比较理想的做法 嗯 都对的 都对的 对 这里 看来这个网站 我看到你的 资讯都很丰富 很长啊 这个网站 他首先就有介绍 什么叫做backup 这些好像小学鸡的问题 但其实 有点像我们写论文 要定了一个题目 就是要说清楚 我们想做些什么 其实就是 一个backup就是 你所有重要档案的 一个copy 就是多一个版本 其实可以是任何东西的 他就说 可以是你家人的照片 你自己一些 很值得纪念的一些影片 或者文件 更加重要一点 就是现在 好像你常常 work from home 很多一些公司的文件 或者email 都会传到过来 这些其实你都很值得 去做一个backup 而且也不仅是指电脑 或者是手机 因为现在 基本上你拿着一份 一部电子产品 上面都有不同的数据 都可能会有一些重要的东西 在上面 所以其实 我想现代人要做backup 这件事 可能都会比较 繁复 因为太多的东西 需要去做 嗯 嗯 而且也不仅是繁复 就是变成我们 我不知道你 我自己就习惯了 比如说 手机拍的照片 因为我买了google one 的这个 云端服务 就变成我google photo 所有的相片 都是会自动 给google photo 这样 用full quality 自己backup 到云端那里 就变成我自己 就真的没有一个习惯 是会定期将一些照片 传进去 例如把一个硬碟 做一个本地的backup 我不知道Eric 你自己有这方面的 你有没有一个backup的习惯 自己有 其实 怎么说呢 Cloud drive 我是有用的 我有用两个 iCloud 因为我用Mac机 或者我用手机iPhone 所以我可以所有的资料 用iCloud的特性 全部同步 其实同步 这件事 我觉得是有少少危险的 例如你手机 不小心按错了按钮 可能不见了一张照片 有时候你会想回到电脑找 但如果它同步得太即时的话 它帮你拆掉 对了 幸好这些服务 都会有一个暂存的垃圾桶 如果你不是特意清掉 它起码会将它暂存30天 大概的日子 你就可以 例如 真的不小心 惨了 可能今天觉得没用 然后明天突然跟你说 喂 上次乘车 把单单清掉 那张我喜欢的copy 你可能要这样的方法 去找回 你本身觉得没用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 多一个比较完整的复充 是会更好 不是我们这些云端的同步服务 所以我都会想 大家会比较分得开 同步的一些云端服务 或者是一个完整的Cloud 的复充 另外一个就是Google One 其实我 因为我也有做一些Android手机的review 有时Capscreen 其实也很好用的 就是把所有跑分的程式 拍照出来的照片 丢上Cloud 然后我可以在电脑里 就立刻拉回来 用到的 Cloud 这个同步的服务 你可以视它为一个 复充的方式 但是你也要好注意 就是你自己用多少 就是那个容量 就是你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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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处存你的照片 你就可能要考虑 买一个大的计划 就是Google One 现在是分几个 最便宜的是15GB 最便宜的是免费 还是15GB 最便宜的是5GB 然后免费 如果你付钱 就是Google One 其实Google One 是一个很奇怪的服务 它就是一个整合了其他Google的支持 或者在外国它会有VPN 现在香港还没有 但是外国它会送了VPN给你用 是 VPN就是另一件事 但是Google One 就会把它全包 全包装 看一看 它这个是 它这个不让我看价钱 总之它现在 我记得它入门最便宜就是15GB 大概是几元港币 然后我现在也是用我的价钱 然后将我的测试器 因为其实也不会很大 或者视相不太多 就用这个 但是如果你是希望和 可能你家人不太熟 这些东西 你便可以买一个大一点的储存计划 然后你便可以把他们的Google币 一起用 嗯 我正想说 Google One的搜索 你搜索到最低就有那些价钱 我现在发表最后说 就是它 付钱的话 有2TB 2TB开始 那每个月就79元港币 如果去到5TB 就是每个月199元的 是的 那我自己 我忘记了现在给多少 那他们Google自己推介 就是5TB那个 那就是每个月200元 那当然是 你平均计算 是的 咦你看的 咦 我自己是看不到 没有说100G 200G 应该它是根据我自己的 现在的订阅 建议你再升 是的 是的 有多无少 刚刚入门就是什么 100G 85元一年 那就是除开是10元左右一个月 85元一年? 是的 那真的 OK 哦一年 85元一年 嚇死我 不是85元一年 一个月的话就十多元 即是 他选须 就是刚刚的相unci 建议你上 那你想 convenience 上个200G 是23元在一个月 算是203元一年 就是pre-pay 一年便便便宜 即是 嗯 是的 但當然整個整合不太完整,但都可以用到 這個算是雲端那邊,我們先當 backup 不要當作錯手剷掉資料的意外 想強調一點,我們又不是特別推銷Google的服務 只不過是我們公司本身是用Google Suite 所以就變成很自然地,工作上都是用Google Drive, Google Docs, Gmail 那些 所以變成了比較直接的方便 當然,如果像Eric的個案,他是主力用iPhone 電腦也是Apple,iCloud那些可能都比較直接的 我自己手機就是Android,電腦就是Apple 電腦那方面有Google Drive,就變成什麼平台都可以 Anyway,講到尾,我想重點就是,就這樣Cloud呢 也都是有風險的 有時候我都聽過,那些人在Google Drive那裡 想找回N年前的檔案 他不知道是Indexing做得不夠完整 還是真的太久以前的檔案 他真的要找到很久才能找到 甚至乎真的找不到的,石沉大海,那就麻煩了 那這些情況,如果你本身真的有自己一個 身體的,本身一個硬碟的SSD 在你房間,在你家裡,那就安全很多 方便很多,例如你起碼可以按日期 一按,他就馬上斷出來 即是不用像Cloud那樣,他要重新計算了所有東西 其實所謂雲端儲存,其實他都是把那些數據 save了在某個地方的一個伺服器裡面 然後他就要在上面做計算 計算了所有你放上去的東西 按它可能不同的一些algorithm 這樣就把它整合回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比較安全一點,快一點 這樣本地的一個儲存 如果你在家裡是允許的話 你放上一個有可能兩碑 或者四碑的一些外置的儲存 那些硬碟盒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即是說閒RAID 沒錯 他就可以把兩個硬碟都做 每個都是做同一個copy 即是你其中一個硬碟突然死了 或者某些叫cluster 即是那些區域死了 因為你硬碟始終有一個壽命 所以就變成有RAID系統這件事 RAID的backup做法 我就不太熟RAID0 RAID123那些分別 上網有得看的當然 但是我看到有不少朋友 容易做這件事的 但是我也聽聞就是 真的都 因為可能他們 這些機器是長著的 那真的會去到某個位 那些硬碟就真的會開始會失敗 這個我也害怕的 所以才為什麼說 又要做混沌 又要做local backup 這樣 有兩種做法 真是 和你所說的 備份的備份 是你的 backup 另一件事就是 我反而好奇 我沒有直接比較過 就是現在 現金的SSD 跟硬碟比較的話 SSD的壽命 是不是已經追上了 因為 當然SSD 如果你便宜一點的話 那它也是 你要犧牲的 就是那個壽命 但是 我也都見過 有server級的SSD 那些就是 銷售的標榜 比較長名 當然那個速度慢一點 但是你做backup 這方面 沒什麼所謂的 我想就 那就變了 大家也可以考慮 就是 就是 你選擇自己 做自己的backup 裝置的時候 可以留意 那個硬碟 或者甚至是SSD 它標榜的 壽命 是的 越長名越好 當然 我其實覺得 你這個問題主要就是 你組裝那個backup的時候 那個 就是call的成本是多少 就是 我打算 可能是 一千幾百 那就可以做到回來的 那可能 那些 cloud那些 就是每個月給錢 一個服務 那樣 但是如果你是打算 有一隻 local的 那 WD 或者是 想想一下 有沒有其他牌子呢 我們是懂得 WD 那如果是SSD 就是Samsung 它們會有一些 它們會有一些 desktop版 插電 那一隻 的 外置硬碟 就是 外置硬碟 對 外置硬碟 是可以直接 就這樣 用到的 那些 你不需要 懂得太多東西 你只是 可能懂得 買它回來 然後安裝某些 可能 自動更新軟件 對 自動更新的東西 那些東西 就已經可以做到 你剛才說 Raid幾 不太明白 或者是 你怕 它的 硬碟 會用一下 不知道怎樣 會壞了 市面上 其實也有一些 比較簡單 但是 整隻買回來 就可以 買回來做 背景的 外置硬碟 可以選擇到 如果你是用Mac 機器的話 本身已經有一個 叫Time Machine 的功能 這個是MacOS 這個功能 都很多年了 不過 小弟我 以前試過 Time Machine 這個功能 尤其是我重新 裝機之後 或者轉機 不知道為什麼 永遠都 會做 沒有 我印象中 我都不記得 有沒有曾經成功過 做回應 重新裝過 或者轉做新機的時候 我想由Time Machine 這個功能 來 裝完整 裝好 MacOS 我最後 就是要用老套的方法 強行 打開 那天的copy 手動找回裡面 那些檔案 手動copy 我的個人資料出來 可能我真的不幸運 但是 Eric 你好像是有用過Time Machine 你好像是沒有試過有問題 是不是 Time Machine 我在比較後期用Time Machine 我用多一兩年 它就已經把它變成iCloud 服務 我用的時候 其實最主要就是 可能我寫文 因為我當時是用文字編輯的功能 就是純粹文字編輯的功能 我有時寫完之後 可能是不小心就把它刪除了 這樣就用Time Machine 它是很特別的 就是可以做到 每一天24小時內 它都輸入得很密 可能是十多分鐘前 那個copy 它還可以留底 它不是每一天的嗎? 你可以設定的 最密是多少 我忘記了 因為現在都 我都很久沒有開 Time Machine 這個功能都還有 其實Mac機 接著 插上一個外置硬碟 你就可以做到一個 Local Time Machine 它就定期幫你做Backup 我先說明 我以前用Time Machine 即是嘗試用Time Machine 就是用 不是蘋果自己的Time Capsule 而是用第三方的外置硬碟 這樣做的 但是這個應該都不是一個 構成我遇到問題的一個原因 不過算了 當我黑仔 它在設定裡面 它就會說 每小時被睡過去24小時 基本上每個小時就會做一次Backup 所以理論上是一個很有革命性 很實用的功能 當然 兩體 雖然說 我沒有試過成功 完全是回復整個系統 去電腦或者一部新電腦 但起碼 它真的所有東西都留在底 我真的可以手動的 我真的可以手動的 我都可以手動的 手動的進去 即是無法移動 無法移動 無法移動 但是 就在這裡 你只要懂得怎樣 因為有些東西 比如 就算Apple 那個Photos 那個程式 又是有少少 它不想那些人亂搞 但是如果你在App那裏 right-click它 那你是可以 show package content 這個按鍵 就可以把它當成一個folder 這樣打開 這樣就看到裡面的照片 那些東西 那我那時候time machine 那個做法 也是需要手動的形式 來抄回我的檔案 所以ok的 它backup那部分 真的做到 但是我recover了 我印象中是沒有試過成功 不過 我不知道 我可能真的極少數人士是這樣的 Anyway 重點就是 做成一個習慣 做到local backup 都重要的 是的 都重要的 剛剛你說到換機 其實我 因為我自己試機都很常 會做換機 即是過資料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現在有cloud 的混沌儲存 這件事是 我覺得那個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 OK 例如我現在 Android這樣計算 可能你開了一部機 它會叫你登入你的Google帳 然後它已經可以讓你按到 將你那個帳戶 即是某些設定 它已經可以自動下回到新機 所以這一個我覺得 如果對於一些 成日 很希望透過用洗機 這個方式去調整一些電腦上 或者手機上的問題的人 其實都 有一個定期的 backup 其實都很重要 即是可以等它重裝的時候 特別快 可以整部機可以 繼續用得回 其實Mac那時候 可能早前換公司機 我不是用time machine 我用過光龍 即是直接插線 兩部機 我覺得穩定性會比較好 純粹說現在restore這部機的電腦 那這個是假設你舊機還可以 是的 假設你舊機還可以 但如果你的機本身 就已經不行了 但起碼你還有另一個 copy 就可以在你賣新機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倒進去 不知道 可能工具本身沒有 撞了 或者你不幸 心地不好 我們現在對著這個網站的 screen 其實都很久 我們兩個細頭 但我忘記了我們有沒有說到這些數據 其實我是一直想說這個數字 就是Will Backup Day 其實都提出了一些挺有趣的數據 就是說 為什麼大家需要做 Backup 他分了四個不同的範疇 第一個就是原來 即是根據他們的調查 他發現原來有差不多21% 即是有4 有兩成的人是從來未做過 Backup 即是可能他們不見了一部電腦 或者不見了一部手機 就真的完全失敗了 以前很流行的 不見了電話 你的電話是多少 另外說到電話 其中一個調查 就是原來 世界上每分鐘就有113部電話 是不見了 或者被人偷了 如果你是剛好屬於這兩成 從來沒有做 Backup 的人 就是剛剛我講的個案 基本上現在的人不會記電話號碼 你是打不到回去給家人 或者是可能甚至 你女朋友的電話 都已經打不到過去了 那你找不到人求助了 這個部分不關 Backup 事 我已經想像到 有些人 因為現在手機 根本就變成了我們這部相機 那拍照一定會有一些珍貴回憶 尤其是小朋友 寶寶 你成長過程 這些相片 是沒有了就沒有了 那只能希望他們 真的有用到一些 自動 Backup 的功能 起碼你的相片不會不見 但是都很難說 因為我覺得總是很多人 是沒有這個習慣 或者是不太願意 去付錢去做 Backup 的 那這個真的沒有 我記得我有朋友 是有求助 就是說 哎呀這部電話壞了 但是裡面有些相片 他很想找出來 那太遲了 要是電話不見了 要是電話真的燒鬼了 那拿去才打 那他們都說 不行了 sorry 是CPU 本身燒了 因為你知道現在的CPU 是連同記憶 看死了 是看死了 一九個 那你燒了CPU 就真的所有東西都GG 所以這就是 Backup 的重要性 是 所以其實 我認為訂閱 就是月費計劃 其中一個好處 就是 入場門檻比較低 可能覺得 你每個月 可能剛剛說 Google One 最便宜 十多元一個月 你可能喝少一枝可樂 就已經可以做到一個 Backup 的動作 不是賣廣告 但是就是 如果 起碼門檻 不用說 好像我一定要買一隻 大容量的手指 或者一個外置的硬碟回來 才可以做到一個 Backup 但是當然如果我們 成功走到第一步 就是我開始用 Cloud 的 Service 去做一個 Backup 或者做一個同步的動作之後 我想 都很建議大家會做多一步 就是 找多一個方法去做你的 Backup 而這個就會是 當然 你做了 Cloud 之後 一定是做 Local 方面 另外兩個數據 就是 有 29% 的數據損失 是因為意外 這個就 好像我剛剛一開始已經說 不是你手抽筋 而是旁邊的貓 走過滾過你的 Keyboard 可能已經是不見了幾篇倫文 或者是一些相片 重要的東西 其實最常就是 你做的東西的進度 會不見了 這個就有大概三成的一個數據 另外三成就是 你的電腦已經被惡意程式感染了 其實這些都很常見 尤其是我們 即是一些電郵 或者下載一些東西 其實裡面 可能真的 放了一些東西在裡面 你是不會知道的 還有很多時候 大家都真的 不要假裝 不要假裝 很多人都應該會 下載一些 可能下載一些 YouTube 東西下來 看 或者是一些歌 不是每個人都有訂閱到 Apple Music 、 Spotify 等 還有很多人會下載一些歌 一些媒體下來 那些都是很高風險的 還有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用 Bt 這件事 對不起 是甚麼 Bt Bt 我一定沒有 這些都是很高風險 會放到一些有問題的東西在這些電腦上 而這些是 以前有沒有聽過 Wanna Cry 或者是一些 Wanna Cry 哇 即是把整部機關掉 然後你要付錢才會解鎖 這些叫做Ransomware 即是綁架 如果你是有背景的 那你鎖了便鎖了 整部機關掉 我起碼還有一個底 如果你真的完全沒有 又有一些 又真的有一些很重要 你一定要拿回的資料 那你就很容易 一定要被它威脅到 要付錢 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四個不同的情境 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都幾有可能 是會需要到 用你的背景去救回你 不要說到救你一命那麼恐怖 但是可能是救回你的錢 不用付那麼多額外的錢出去 先不要說錢包 有些東西真的沒有錢都買不回來 尤其是剛剛所提到的一些珍貴回憶 小朋友的相片 或者 再難聽說一句 疫情現在 那你身邊 可能有些朋友 說走就走了 親戚 那你真的 這些東西很珍貴 相片 影片 這些東西 還有剛剛你說的三成電腦 是中了病毒 已經中了 已經中了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做到一個 survey 但是我覺得智能手機 尤其是Android的話 這個數字一定會高很多 因為Android的風險更高 其實是的 因為你現在開很多網址 它會不停的 然後它中間就會下載了一些東西 是的 所以 我自己的電話 我也有訂閱 有一個叫Look Out 又不是宣傳的 我真的是自己給錢的 Look Out的一個防毒軟件 它真的看著會不會有些奇怪的連結 會自己背後打開 我最近不知道什麼事 真的見到它偶爾說 背後打開 不是只是做背後打開 你還要做防護 剛剛Eric也有提到 有個防火牆 但是防火牆之前也要做防毒 尤其是手機 你用防毒的軟件 就變成是背後打開 之前那一刻 都有一層的保護 所以這些東西不是說 不是說喝少一杯可樂咖啡 而是真的要 最好真的放少少錢去投資 你跟10年、20年之前比 其實這些投資成本已經是低了很多 就像Eric所說的 門檻是低了很多 所以真的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去做一個 backup 尤其是現在的智能手機 變成了我們每一天的必需品 對了 不要這麼沽寒了 尤其是幫自己的家人做 我也有幫我爸媽 真的幫他買了Google One 我將來可能想一下 轉做Family Pan 不過我也是買了一年過 然後就 你隨時可以升級的 他會給你一個選擇 OK 付錢就可以了 我剛剛想起很多 你當我手機 很多免費遊戲 那些 那些 不經常放出廣告 然後你不小心按下去 因為你知道 要關閉那個廣告 那些X很小的 是呀 特地的 很小的 然後你不小心按錯了 它就會輪返出去 那個就是 你會下載到這些奇怪問題的東西的一個時機 那就是 下面這裡 其實是純文字討論的 它就是講一些 它是一些教你怎樣回應的一些步驟 它就有講 就是講 Online Backup Service 就是它有介紹 它有推薦的 這幾個 直接講就是 Mega 就是今次 World Backup Day的其中一個贊助 所以它的頭不高 但是其他都是一些很知名的服務 其實大家要選擇這些 Service 那時候一定要選擇一些 起碼你自己聽過的名字 不要隨便上網搜尋 Google 最便宜的雲端儲存 然後就一定會總照 其實這些都不是特別貴 剛剛提到 可能十多元一個月 那就已經有 Mega 它更厲害 它就會有20GB免費 那就是你很多相片 那些起碼緊要的東西 很必要的 那你真的不想扔錢出去 都有一個方法 在免費的時間 是比較大的 儲存空間 就可以選擇到 那有一個OneDrive 其實很多朋友的公司 如果是用Office的話 Microsoft便會用到OneDrive 公司的話 公司付多少錢 你便會用多少 但是如果是Samsung的話 它亦是和OneDrive有了一個整合 如果你是不斷按它的備份功能 如果是Samsung的話 就會用了Microsoft的OneDrive 那下面會介紹其他 其他Local Backup的方法 這個就是外置硬一點 另外就是電腦上面 可能你在電腦裡面 再在C Drive 再介紹一個區域出來 或者在電腦裡面再安裝多一隻 Windows 或者是我們剛剛Mac說的Time Machine 其實都有類似的功能 然後就是Smartphone Smartphone便沒有辦法 因為你手機的儲存空間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用到盡 基本上就一定要用雲端的方式去做 另外還有其他 有NAS 這個是在Backup之外 你還可以有少少像其他iCloud 或者Google Drive 雲端儲存的一個裝置 但是機器的伺服器就是在你家裡 其他電腦或手機 也可以同時傳取NAS的檔案 不過我自己覺得NAS的風險可能會比較高 因為我們自己很少報 但經常都會聽到Q什麼 或者S什麼 然後被人找到後面 其實因為他們本身是一些很高價值的攻擊目標 因為很多比較專業的人 會用NAS的方式去儲存一些重要資料 所以那些黑客人才扔成本去攻擊他們 但如果你是很MAS的 或者是一個大公司的一些Cloud Service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每樣都有風險 對 可能你要自己衡量 可能你真的很需要一些很個人的東西 放在自己家裡的一些數據 我就算扔上Cloud 我都怕被人偷的 那就用NAS 可能你自己再小心一些 不停更新的Firmware 或者那些東西 那就會比較好一點 還有NAS都是 只不過是一個高級版的外置硬碟 加上NAS本身 很多都支持了可以行RAID 可以插幾個硬碟在裡面 它自己再有幾個Copy 這樣的做法 所以都是純粹是一個外置硬碟的另一個做法 你當它是一個有連網功能 沒錯 最後如果你真的不行 有手指 或者是WhatsApp 其實WhatsApp也是一個要Backup的東西 因為有很多人 換手機的時候 就覺得 我不可以轉換會 WhatsApp很重要 我都絕對相信 有很多人不知道 原來WhatsApp 起碼Android 是可以用Google Drive 來做一個Backup 你轉換新的手機 而同時用Android 你想拿回Backup 是很容易的 就是由機轉機 是不是最近 iPhone 都終於出了一個跨平台 最近 現在確實出了的 就是Samsung手機 可以下載到 iPhone的WhatsApp 記錄 但是你說 反轉Android 去iPhone WhatsApp說 正在研發 還未正式丟出來 但應該是可以的 可能還未談得到 應該還未談得到 不是 Android去iPhone 最近我們 報道的1月24日 WhatsApp有說過 Nearly ready 但還未正式丟出來 現在快要4月了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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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 也是一個 蠻 古代表的方式 去 算不算Backup FTP 是網站 即是FTP 還有發出相機 都給FTP 連接 現在全部都是 Cloud 下載 不用當年 我現在還收到 FTP 對 然後經常上他的網 然后搜索搜索就会跟你说这条链接不安全 起码它不是再派USB手指给你 再之前派CD的 我收过很多SD卡或者手指 SD卡反而少一点,但是手指 手指在之前就是CD、DVD那些 哇,很久了 其实这些都会是其中一个旧派一些的backup 方式 我以前读小课时都经常把照片烧到碟上做backup 其中一个很古代的backup 的做法 不过碟又是有一个很大的封研 就是它的材料做得不漂亮 是真的整个coating掉下来 那就是GG了 但是你买的时候又不知道 那些价钱的东西很难说 很难保证到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么漂亮 虽然有些标榜就是说 不知道什么颜色 或者总之那个品牌可能就好像可靠一点 那时候你就真的要很小心选择 或者它标榜是长寿一点的 那价钱也能反映到的 那就可以放心点去买 不过没有啊 我就算买这些音乐CD 那都是见过的 也会有 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叫做山手 都是山手的一种 那接着那个coating就掉下来 那你的碟就没有了 那现在当然就没有 我都没有什么听过 那些人烧碟做backup 的了 没有了 可能听歌的人就会买一些RIP 然后把它放进去电脑那里 再放进那个机器那里 因为他们不相信那些 可能他们也不想订阅那些 无损音乐的串流服务 那他们想自己RIP 他们确保自己的质素最高 那样 因为他们也有一个说法 是不同地方出的碟 什么德国销 或者是日本材制 日本啊 什么帽子 他们会觉得有那个分别 所以他们也还有RIP 这个动作 一个喜好 是的 大概是这么多 其实这个backup 的backup 都说了差不多九个字 我猜不到会说九个字 其实说起这些 自己又有一些经验 或者是一些他们不同的说法 都可以分享到的 希望大家不要嫌我们长气 因为这些真的相对严肃一点的东西 因为资料的东西 真的要好好保护 有些甚至更重要的资料 是可以变钱 都不顶 因为现在看上世界 你们永远都不知道 你说NFT NFT 你说不算数 我没有人不说 不是 我以为你意思是说 你可能会找一些很久之前的相片 或什么 然后突然间觉得原来可以做NFT 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 那件事背后的理论是这样 Anyway 大家如果这么乖 听我们说了这么久的感想 或者是脆水之后 觉得真的可以订阅一个 云端的服务 起码做了第一步 将一些东西很便宜 就是用一个比较少的价钱 低一点的成本 做一个少少的backup 第二天可能 例如4月收到消费权 又可以走下去 买一只实体的硬碟 将整部机做一次完整的backup 之后 你的数据 对吧 至少你下次的电脑 遇上蓝屏幕 那时 你够机都会够得快 不记得好像是黑望 还是不知什么 那时 你起码够机都会够得快一点 又或者可能你是用消费权 买新机 那你有backup 那又是方便 再快一点 好了 今个星期的Anglager Update 非常丰富 很多讨论 一个知识性的东西 我也想提醒大家 如果你在看我们YouTube 或者Facebook的直播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里 跟我们说 你现在在用什么backup 的模式 什么方式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或者是伤心故事 都不介意跟我们分享的话 就欢迎在这里留言 因为我们都想听一下大家 对这个backup 有什么看法 或者是大家如果 原来这些这么知识性的东西 都是比较有兴趣的 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 我们喜欢听这些内容 都可以的 好了 好多谢大家今天 收看我们的Anglager Update 我们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 夜晚10点钟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